大家好 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 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都是我们的航母专辑 航母专辑我们今天会和大家讲一下 在甲板附近的deck里面做一些操控 做操控是我们讲deck edge 就是甲板周边的位置我们称为烟室的地方 大家可能平时就不是很留意的 但是原来也有空间可以让你做到弹射这种操作 相当重要 因为这个位置就开阳的视野 如果天气良好 这个位置实际上做一个操控是真的不错的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 相信这些片子大家都笑见了 所以今天我们都会将流程跟大家讲讲究竟怎样弹 还有中间有些什么大家协调过程要注意的 这个也很重要 其他当然我们讲到 很多人就是他们的协调 我们讲到的枪战队 又是会怎样的呢 手势之类的流程 不同的角度 大家看看其实这队 crew在这个操作流程里面 怎样可以这么短时间做得这么好 经常都说 它们最重要是做到顺 顺 自然是快的 不出错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讲海军很熟悉的操作 他们的菜单操作流程等等 全部今天我们都会跟大家讲讲的 当然大家记得 一开始之前就帮手按like 你按like可以帮到我们上的什么 原本节目 推荐频道 都是要靠大家的 另外大家也记得 订阅之后 按铃铃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节目更新的通知了 包括五间电报 直播 首播 很多节目 你都会收到通知 第一时间可以支持 我们来看的 好 今天除了我之外 还有三明兄帮大家提供很多不同的有用的资讯 好 三明兄 你好 是 三明兄 大家好 我们之前都讲了很多 每次开始我都要看蚂蚁 要来要去 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彩虹战队不同颜色三点分 大家应该都有一个想法 整个流程 弹射流程 绿色地勤的很多光位 我们也讲过一次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Center Deck Operator 大家看到很多风速 crosswind 和 headwind 他会根据这个举版 把战机重量输入 输入之后 他就负责将所有数据 data entry 输入之后 确保输入无误 在这个时候 甲板下面其实是有一队 这个蒸气弹射的crew 都在教不同东西 根据他的输入 那教好了之后 他这边会有一个indigator 就是caterball ready 大家看到就是他这个位置是所有弹射的第一步 就是你弹射器才要caterball ready 所以黄马跨和他很紧张 一定要确保输入是对的 否则你的弹射的力度不够 即是保理大的话 即是弹不起 弹不起它叫cold cat 即是cold catball 即是冷弹射 即是不够力的 很牙烟的 你有时飞不起 有时飞不起 就只有弹射已逃生 那机器就没有了 几千万就不断玩完 所以caterdeck也很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除了讲caterdeck有条片大家看之外 另外也有这个我们说的deck edge operator 就是deck edge operator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他是真正按键弹射的人 大家经常看到黄马跨好像很帅 就是放个姿势出来 他不负责按键 他负责给命令 那在这张照片那边大家看不看到这位仁慶 这位就是caterdeck operator 他就是按键弹射的 是的 我们今天也会专门详细讲他怎么按键弹射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caterdeck的这条片 caterdeck这条片呢 都好过人的 caterdeck这班呢 他们的位置又正啦 真的是front row seat来的 看得清清楚楚啦 这个就是开始他们检查中 就是黄马跨检查中 檔研板啊 检查中这个你的 整器弹射位啊 那些这样的 就是每一次的routine的检查 那跟着他们开始准备做事的时候呢 你就会见到他们就是 那这位caterdeck呢 就开始有准备的 天蒙蒙光的 真的 要开始去做这些东西的了 那他就是他负责填表 填的重量表 有个sheet啦 接着查完所有的setting 他跟他 他跟谁说的呢 就是基本上是跟 应该是隔板下面的 那个caterdeck crew 那隔板下面很多setting 是他们去选择不同的valve 入不同蒸汽的这个气压 接着设好了 那他的caterdeck呢 就有很多的 就是你现在船的资料啊 你的速度啊 你的船头的 会不会有偏转角度啊 所有东西他都要看好 那这个就是他其中一个 那个 他们叫这个重量的表 那每次都要查清楚了 那所以工作率很大 但是他是第一个搞定caterdeck 那所以我们讲deck edge operator 就是在弹射之前 一定要讲清楚这个位 那他设好所有东西之后呢 那caterdeck 我们讲的蒸汽弹射器呢 就会去到第一个状态 就是caterdeck ready 那这个时候才是可以 开始整个弹射的流程 你之前的机器来到这个位 准备好了都好呢 caterdeck ready 就没办法是动不了的 那所以这个位都是啊 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位是 所以他在bubble都可以做到相同的功能的 那但是就是我们一向都讲了 其实美国佬是很喜欢用这些露天的位 因为他看得 视野比较好 看得比较清楚 那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是选caterdeck的 caterdeck的 那caterdeck就是这个危险性不言而遇 是不是呢 他离架机就很近的 真的大家看一下 就在旁边的 是 好 那请好东西 是不是ready的了 所以你看看黄马垮都要仔细检查 因为他是最终负责的人 好 那我们跟着来 我们看一下deck edge operator 就是这位人兄究竟在做什么 哇这位人兄很厉害 这位人兄是负责按弹射键的 但是按弹射键呢 他有很多流程的 他不是一开始就按键就离 他是要连续按 一二三 起码是三个按键的 是的 我们到时一个一个按键来看 他有做什么 好 那我们先看影片 好吗 好 这个弹射流程之前和大家说了很多次 就是和大家重温一下 那一开始主要就是 你先将你的 我们那个扯猫味 hold back bar 安装上去 那这个时候 隔机就已经是进了去弹射 那个渡轨的位 那他这个弹射 bar 下来 跟着这个向前走呢 就会去到弹射梳那头的 那现在绿色地勤 已经帮他弄好了 那大家现在看到斜猫尾条杆 就已经摆了下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在等着什么呢 主要就是等着这个渡轨 准备 那还有等着 他在这个时候弹射梳 大家见不见到弹射梳不见影 弹射梳在哪呢 弹射梳是上一次弹射完之后 就去了甲板进头 那个brake那个位 那已经是停在那里 那他现在要把它拉回来 因为现在 现在才拉回来 就是要确保所有东西 ready 跟着现在的弹射梳就会拉回来 那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要记住就是 这班人都不是按键弹射的 是deck edge operator 就是原则的那位操作官呢 才是负责弹射 我们待会见到他 弹射梳回来了 大家见不见到 慢慢慢慢慢慢拉回来 慢慢拉回来 这个时候停一停 deck edge operator在这里 大家见不见到 这位 放大一点 应该是这位人兄 稍后我们会再见到他 那大家现在见到弹射梳回来 慢慢慢慢拉回来 那这个弹射器就要reset 回到他的正常工作的流程 那现在就开始把那部机 就引导去弹射梳的位 那在这个时候呢 center deck operator 就是这位人兄 那他就已经把所有设定 就已经进去 那个数据库那里了 那现在下面呢 就是在甲板下面的那些 弹射的工作人员 都已经切好一些东西了 是的 好 现在弹射梳 大家见不见到 这个时候呢 center deck 给了个大拇指 意思就是 cable ready 所有东西都切好了 根据这部机的重量 这部机要带的东西 航向风速 现时行母上面的側峰 或者headwind 所有东西都已经set好了 cable ready 这个是第一个status 好 大家见不见到这位人兄呢 这里可能有少少蒙 其实他见到center deck 给这个呢 他那边都看到G的资料 所以他现在是举起一只手指 那我们之后会再有片 跟大家再看清楚一点 大家记住现在就是一只手指 就是status one cable ready 那跟着他就开始做这个流程 就是把这个launch bar 就是上去这个弹射梳那里 那这位shooter呢 现在应该未是听这位shooter指挥的 他暂时未做事 可能有其他的另外一位shooter做指挥 但是之后弹射是会把指挥权交给他 好 那现在见到弹射梳和这个launch bar 就take tension 接着就是咬合 踢死了 ok 那么ready 这位就人兄走鬼啊走啊 嗯 那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后面这位呢 就是负责看 safety officer 就是看你的堕面的 应该是白色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说就是看人员分配 有时候都叫其他人过来客串一下 比如说绿色 都过来帮忙这样的 那现在开始到弹射了 大家记住 现时这位仁兄举的手指 还是一只手指的 这个status one cable ready 嗯 好 开始出power 大家有没有留意他去低头做一样东西 这个时候呢他就按了键 再看一次 看不见了 按了键 按了键之后呢 其实他现在给的手指应该是两只手指的 就是status two status two 什么意思呢 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弹射官已经举了手势 要这个 蓝载机开军推的 那他就开始 turn up power 接着就 舵面要check 那在这个时候呢 cable two 的status 按键呢 就是叫做standby military power 那就是你的cable 可以standby 的 那接着流程继续走下去 现在舵面在这里看 在这里check 最后有没有问题 那接着机师敬礼 机师敬礼就是说 OK 蓝载机ready 现在就交给弹射器了 在这个时候 shooter呢 就是我们讲的cable officer shooter就开始检查所有 关于cable的人 是不是举大武器 是不是ok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 deck edge的operator呢 就会看到这个弹射器 就准备开始 最后的检查呢 他就开始按第三个键 那这个第三个键 按完之后呢 这个弹射器呢 就去到第三个阶段 叫做final ready 就是所有东西就准备好了 大家留意这个位置 按第三个键 好 按完第三个键之后 大家要留意呢 他双手举起 意思就是说cable 已经ready 我现在没有碰任何东西 这个意思就是 告诉弹射官 我现在没有按键 如果他的鸡 他的鸡 没关系 这个也是告诉shooter 就是all ready 等他的命令来按键 那我们这里到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很明显shooter 有等他的 shooter指示他 就是等deck edge 那边给这个讯号 ok 双手举起 所有人ready ready 好fire 这个时候 deck edge 就会最后检查 就是检查一下弹射器前面 有没有拋住 弹射器后面 有没有人 有条毛利走来走去 以前真的有的 以前试过有条 突然走去弹射器前面 也试过的 所以他是最后检查 接着他就按键 看左看右 没事 按键 一声就弹射出去了 这帮 这帮人又要拍照 这帮无聊人 真是阻挥住了 人家的作业 Larry兄 我们说这个流程 是否很复杂 是啊 大家要知道 这个流程 我们说了这么久 他们真实 真的在说一分钟内 搞定 是的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条片 就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再看清楚一点 我找那条片 出来 那这位 就 直接是在 就是deck edge的 那个角度 来看这个事情 是 好 那大家记不记得 刚才那个步骤呢 一定是不记得的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再跟着他走一次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举起一只手指 Catable ready 那么已经 就是center deck那边 已经进入了所有数据 是ready的了 是啦 Catable ready 那 跟着过来呢 我们跟着流程走 那么现在他就准备 将launch bar 上弹射梳了 好闷啊 举起一只手指 快点啦 快点啦 好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看不到suit 但是这个时候的suit 就已经是给了这个命令 开这个军推的power 那么这个时候呢 刚才我们看到呢 这位deck edge operator 也都按了一键 再按一次键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military power standby 那么现在应该是两只手指的了 跟着这位在搖滚棍 搖滚这个的所有的控制堕面呢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准备敬礼的 他一敬礼之后呢 这一边的deck edge 看到suita 开始准备check 人了 他就按第三个键 按完之后 刚才大家看到了 按第三个键之后呢 他就开始双手举起 视意final ready 再都没有按键 那么这个时候就等suita命令 OKsuita给最后命令呢 跟着check一下 弹射前面有没有人 有没有谋理走来走去 后面有没有人阻止 没有了嘛 OK ready 按键 弹射 整个流程就是这样走的 他现在做的所有东西呢 在bubble里面都做到 但是bubble里面 看不到你的手势 那怎么办呢 bubble里面呢 就会是给这个 他会有灯给出来的 那 这个是福德号上面 电池弹射的灯 就是一模一样的 黄色就是我们说的 cat ready 跟着绿色就是这个 我们说的military power stand by 跟着红色就是final ready 跟着最后第四盏红色呢 就是他按键弹射那一下 那在晚上或者是用bubble那时候呢 就是用这些灯呢 就说给我们的catapult officer 听现在的状态的 是的 那么Larry兄 清楚吗 就是说完这个 很长篇大论的整个步骤 是啊 那有不同的角度 给大家看回 所以都 帮大家尽量搜罗更加多 这些弹射 那些很难看到的 这些画面 是的 因为大家一般看 都只是看catapult officer 你是很少去留意哪个角位的 那有时候你如果见不到capital 见不到deck edge 那应该就在bubble里面 那bubble里面就更加看不到 对不对 那所以大家以后看这些片 就留心这些位 就是看看哪边的那些人 还有这个 即是黄马垮的互动 你就知道 现时是去到哪个阶段 还有他什么时候真的按键 这个按键是一定要听到黄马垮 给命令才可以按键的 所以我们都说黄马垮是最重要的 它是控制整个流程的 是的 我们再看一次 现在开始给讯号 就开始 catapult 第二个阶段 就是这个standby 接着控制度面 查好之后 机师敬礼 机师一敬礼 就开始按第三个按键 那就是等于final ready 这个时候就可以彈射了 final ready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对应的这盏灯 大家记不记得 final ready 就是红灯了 红灯的话 这个时候shooter 查好所有人 都是举大拇指 都是thumb up的 没问题的 那就开始 给信号 fire 看前看后 查过了 按键弹射 棒 搞定 接着有整对某一口拍照 好 这个就是我们讲了整个流程 这个流程就是 日头看到之后就很过瘾 但是你到夜晚就更加过瘾 因为夜晚看不到 你就只有看灯 那我们会有一集 专门跟大家讲一下 夜晚的流程是怎样走的 跟日头一样 但是因为你夜晚看不到 那你就只有是 比如说 机上面的指示灯 或者是其他 弹射器上的那些灯 来看的 但是夜晚有好处 你看到开AB 哇 是不是很有 很有澎湃的感觉 开AB 很棒 真的 很棒 真的 引擎够力 真的 珠拿都要上天 是啊 好 我想我们整个弹射流程都讲完了 大家可以重温一下 如果不明白的话 也可以上网找一些影片 来自己 看一下 我们讲过就是 Center Deck 这位Center Deck 的front row seat 可以看得很棒 Shooter王马垮 Deck edge就是在这里 这个是三四号弹射位 三四号弹射位 就是在这个左缘 一二号弹射位 我们要再测试一下 因为以前小英号 是在右缘的 但是尼米茲 不知道是不是取消了 去Bubble 那就要再测试一下 但是大家如果看到 一般的三四号 都是在左缘的 他们叫做 Catable Waste Deck Edge Operator 就是它的航空母艦的腰的位 是的 如果是 比如说现在的一二号弹射位 我想应该是这位人兄 还是这位人兄 但是我要再测试一下 就是再确认一下给大家 但是它如果有个Bubble 凸了出来 那个硅穴 一般都是看硅穴的 都是硅穴的 都是硅穴控制 所以今天大家应该都学到不少东西 就是平时真的很难 就是可能你有英文 source 或者都要找很久才能找到 你至少 那我们今天一次过 广东话 我们要买大包 照顺 就是说给大家听 那三四号弹都找到很辛苦 希望大家对整个弹射流程有理解 因为以前大家只顾着看黄马垮 实际上有很多人 就是很多team的人 是其他在做的 特别是Bubble里面 其实都是在做同样的东西 但是Bubble 就不会认得那么仔细 Larry兄我们剩下 就是主要是夜晚的operation 和之后都看一下 以前航母炒粉的时候 起飞也好 降落也好炒粉那些 很多情况都出现过 就是大家想到想不到都出现过 那美国为什么他们的航母 那么Efficiency那么高呢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 都在他们的 就是所谓的失败里面 吸取经验 那将不断完善他们的 所有流程 所以才能做到今天那么顺 那大家要记住 这些说的难听 每个Rule都是因为 有人受过伤 甚至是付出过生命 才是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 所以每一件事都可以解释的 其实你真的要解释 他们都全部都可以解释的 就是全部就是提升战力 那真的人不是对出来的 跌过 过千架机 起床过 应该真的差不多上万人 好像跌过过万架机 就是由这个 八千多架 我记得说 二战之后到 后来那几十年 差不多过万多架 是12000架左右 是很恐怖 很恐怖 是很恐怖 李鲁兄 我想我们今天大概说到这边 多谢大家捧场 之后大家记住去看我们的夜晚先景 那些东西很棒 是呀 夜晚先景除了在Top Gun之外 我们都会给大家看一下 那些先景起飞的时候的情况 大家记得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Patreon会员频道 另外课金可以包括它有银行 Payme 转速快 还有可能网友可以用PayPal支持我们 好 那我们在其他战报 首报 录播 或者在其他专辑再留在下面 好 拜拜 拜拜